求你們放了如意吧 秀傑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敏凱 是你逼婆婆的 對不對 蔡敏凱 你這是痴心妄想 我告訴你 如意我不能放 私若你必須取 那麼 我也只有一個選擇 講 你必須給她 親自我 我必須要帶走 請有此理 你們也看見了 她心意已決 我已經拿她沒有辦法了 我這個做的勢力 只好替她向你們陪罪 媽 我做的決令 由我自己來承擔 如果你們一定要一命 長一命才能滿意 那麼由我來 只要你们放了如意 还给他一个清白 凯明凯 我原来是怀疑如意勾结外人 害死了我的儿子 我现在怀疑你和如意一起 害死了我儿子 同老爷 您可不能这么说 宁凯他不可能害人的 好 好啊 你等我掌握了 有力的人证物证 我就让他跟如意 一起赔我儿子的命 好 一言为定 爹 娘 耀东的死 真的和如意无关 你们就看在 耀东爱了如意一场的份上 放了如意吧 绝不 谭明凯 我告诉你 我不管如意是不是清白 越是这样 我越不会让他好过 伯母 伯父 很对不起 我的行为 可能伤害到你们 但我还是要说 请你们容许 我跟思若退婚 眼睛 涎晓华 我娘被气得晕倒了 我只能出来一会儿 出什么事了 四若和谭明凯 已经彻底反目成仇了 现在两家势无水火 恐怕这一切责任 都要如意来承担了 景华 在这个时候 咱们一定要跟如意站在一边 既然他跟谭明凯相恋 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要是没有人帮他们的话 就等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就算你不找我说这些 我也会帮如意的 景华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倒是你 为什么要帮他们呢 因为爱情吧 因为我也是活在爱情里 所以我不想看见 这一对真心相爱的人被拆散 将心比心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幸福 我严重的事情 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而且爹已经认定 是如意勾结阿康盗取的玉佩 现在甚至怀疑 他明凯也一起谋害了耀东 他凭什么这么说 有证据吗 爹说 反正他会人证物证俱在 义父 证人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了 景华已经答应了叶子 说会承认自己杀了童耀东 所以这次童家必须放人 做得好啊 童家万万想不到 连自己人都不会替他们说话 爸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 到底是不是阿康从童耀东身上 把玉佩拿走的 我没有 童老爷这么说的时候 我认为他是情急之下的诬陷 可是后来 景华也这么说 我就开始怀疑了 童耀东的话能相信吗 我跟邱朗哥赶到的时候 玉佩已经不在了 可是在你们的设计之下 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事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 严子 听听看你说的什么话啊 宁可相信他人一面之词 也不相信自己人说的话 可是童老爷说得很肯定 严子 严子 童耀东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他就算是死 也会想办法 把我们所有的人 统统拖下水的 大小姐 你要是真相信了 童老爷的话 才是真中了气 我看他要是死 这只不在意 也不在意 好不好 付出再来 你 看他 有什么 ficar 我都带你 不在意 你 你看你 那里 不是 你 虽然 也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如此大的屈辱 我决定退婚 但是我要让所有算计我同家的人付出代价 代价 我的代价是我一辈子 子弱 子弱 你要坚持 要坚持 我坚持下去我能得到什么 不要再哭了 爹发誓 即使我倾家荡产 即使我豁出老命 我也一定要拿到有利的证据 害死我儿子的人 死无葬身之地 莫法师 这不是我自己吗 翻手为鱼 覆手为鱼 优爷 怎么样 按照约定 张局长明天会去缉拿如意 好 坐 把康习惯站在您的身边 不 你应该坐在我身边 恋人 你是我的恋人 坐 那看 跟了我那么久 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期望啊 虽说邱老师是我的医子 但你 你却是我的眼睛鼻子跟嘴巴 阿康明白 好 那童老爷呢 可能会来找你 不管他有没有证据 他这么闹下去也是个祸害 那您的意思是 看见了 天注定啊 天注定啊 死神 您是想去找我吧 阿康 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我要用我统家全部财产 换一个真相 真诱人啊 说吧 想知道什么 是你从我儿子身上 拿走了那块玉佩 对吧 对 为什么 因为玉佩关系到谈起来 你怎么会参加一个秘密 与你儿子的死无关 但有一点你猜对 我们所做的一切 包括设计如意嫁给童耀东 包括怂恿谭敏凯 为了如意打上你们家 还包括今天如意将被警局 挤押 我甚至还可以告诉你接口 警局一定会放了如意 而你女儿的下场 可不怎么光鲜了 我还可以告诉你 童耀东 谭敏凯 还有如意 都是棋盘上的棋子 只不过第一个出局的 是你儿子而已 你的意思是 谭敏凯和如意 都是无辜的 对 错就错的 他们相爱了 狗秋朗和你都是什么人 帮人下期的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帮人复仇 可我们和你们无怨无仇 你错了 童家 只不过是谭家的培葬而已 谭家 即便你今天不跟我做这个交易 你们佟家迟早也是我们的囊工之物 我要让你们杀人偿命 佟罗爷 是得有人死 但不是我 也不是如意 是你